能打开吗 有一个金元宝 有个元宝 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大家好我是Mira 看到这个斜脚印了没有 没有错 今天给大家录制的一张地图 是恐怖地图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差不多呢 它就是这样子的 勤务中途退出游戏 勤务破坏方块 勤务切换游戏难度 切勿切换游戏模式 我们就直接继续吧 不要管它说什么话 在此之前的话呢 我是把这个游戏呢 切成了简体中文 因为这张地图有很多东西 它都是以简体中文进行命名的 所以的话呢 我切的话 到时候的话呢 大家更好地看 好的 我们大概来一个这样的屋子 这个门是打不开的 我们就差不多来看一下 哇 这个音乐有一点恐怖 都有屏障方块耶 朋友们 这个门也是打不开的 我们就差不多来看一下 哎 这个地方可以往前走 这是什么 这里 有点像中乳石 但是好像也不是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哇 什么声音 这是心跳的声音吗 哎 这个门可以打开 我们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啊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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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个没有点燃的蜡烛 我们就直接往前吧 我去这留个指能 哎 做的真蛮逼真哦 你们继续啊继续 不要管它有什么东西 注意事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事项的话呢 也没什么好看的 我们就不调这个事项 本游戏包含血星 恐怖等元素 若有不适 请停止游玩 游戏中的故事与现实 无任何关联 请勿中途退出游戏 否则可能会导致地图出错 这个我们就不管它 我们就直接开始好吧 好的直接开始了 就是地图名称叫做探灵记者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噪音有没有点大了 模灵工作室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地图的话呢 也可以去支持一下作者之类的 作者是我们的柠檬龙 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他之类的 好的我们继续看 又黑了 接着我们会来到哪个地方呢 大概来看一下吧 好了呀 终于准理完这些新闻事件了 我是当地新闻社的一名记者 工作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哎小王 前段时间有个特别基础的新闻事件 你听说了没 不会是那个抢劫运烧车 结果不会驾车掉河里的事件吧 不是 是那个叫什么 什么老憨老憨事件 哦这个呀 我听说了 听说那个老憨 以前是个什么 生物化学专家 后来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扭曲了他的三观 就导致他做出这些事情来 对啊 听说这个新闻事件 影响特别恶劣呢 引导都不允许会整理呢 不过还好 老憨最后被抓进监狱了 没有念什么大话 老憨是谁 老憨难道就是我们这个地图的主角吗 哦不对 不对 他是说一个故事对吧 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 好 接着我们就可以动了 刚才是动不了的 这个大概是我们的办公室 对吧 这应该是个办公室 哇 这个做的真的蛮逼真的 出不去 出不去 差不多来看一下 这 哎 有电话 有电话 不是 这个电话有点安静 啊 怎么了领导 哇 我们要去调查什么古宅吗 离谱离谱 怎么了 小刘 又来新火了 嗨 别提了 刚整理完资料 还没喘够一口气 领导又让我回去调查清楚什么古宅 古宅 该不会听人们常说经常闹鬼的那个大宅子吧 他也不知道 但也不敢问 听说13年前 有人看中这所宅子 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风水位置 就特别花了重金买下这所宅子 可自从住进去呢 他常常在半夜的时候听到女人的哭声 女人的哭声 对 女人的哭声 后来房子的主人报警 公安部门派人来调查 最后也是一股嗓话 在某一个夜晚 强烈的脚步声 迫使房主从睡梦中醒来 然后 这次报警了 不是 这次他没有报警 想要一探究竟 谁知最后抓紧鬼了 什么 第二天警方赶到现场 只找到一具干扁的尸体 没有其他任何线色 你知道 我是从来不相信鬼神之说的 时候不早了 咱们先去吃个饭 补充铁力 然后再去探索探索这个宅子吧 那没错 我们赶紧去吃个饭 对对 赶紧去吃饭 哎不是 怎么一个小时之后啊 哎我还没有吃饭呢 不要这样子了 哇 这个音乐有点 这个音乐对你深奥 这大概是一个中式的宅子 好像是 哇 有必要搞成这样子吗 这么大股宅 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差不多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中式的建筑还是不错的 咱们到大门口看看 将照相机建 分享给小王 哇 这个是照相机 这门锁住了 我们进不去 哇 这个音乐有点恐怖 去找找其他地方吧 好的我去找一下其他进入的地方 差不多 你这车是怎么开进来的 我好奇 难道这里有扇门吗 很奇怪 哎 这个地方很明显有藤腕 那我们应该是 可以从这个藤腕爬上去 对 这里有一个藤腕 可以从这里爬上去 我们就差不多来看一下 这 啊 这个不行 不行不行 不行 我我看一下 我大概 观摩一下 这个地方 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应该是这样子走 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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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里进不去 慢慢的 慢慢的 哇 这个中式建筑真的是很漂亮 哇 一跳进来 它就黑了 好一番折腾 终于进来 那我们就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进行一个小的解密 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的 哇 这个地方好阴森啊 我感觉 你们感觉呢 能打开吗 有一个金元宝 有个元宝 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我哪个去 这里有一具马的尸体 就是马的尸体 你也不至于搞这么大的音乐吧 你仔细看看 这匹马 为什么脖子上 也会有两个洞 可能是吸血鬼吧 莫名其妙 out of the blue 没有错 就是out of the blue 看起来 这张宅子不简单 天哪 这里有一具尸体 我们赶紧继续向前探索吧 这个是 这怎么有个尸体 别别别别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这里还有个井棍 这是井棍吗 哇 这个 音森的音乐 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们过不去 这地方我们过不去 我们就直接往这里走一下 看一下 看这里有什么样的剧情吧 这里很明显 就有扇门 好的 我们打不开 接着呢 哎呀 好多隐形机 好多屏障方块 我们过不去 那里似乎有光 小安突然对面的屋子 居然有些光芒 怎么样 去不去 去瞧瞧 看有什么线索 没有错 我们去瞧瞧 看这里面有什么线索之类的 哇 只能 别瞎我 哈 这里 这里似乎是拜佛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没有脸的观音菩萨坐在供桌上 没有错 这是 这为什么这个观音菩萨没有脸啊 桌前的蜡烛正在点燃着 显然这里光芒是源自于 有人来过 那这蜡烛是谁点的 对啊 这蜡烛是谁点的 会不会是那保安呢 哇 那他为什么会死在外面 一想到那就尸体 我就忍不住打哆嗦 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 那个指能真的是蛮下难的 哎哎哎哎 可以破坏东西了 朋友们 朋友们可以破坏东西了 OKOKOK 我们 我们差不多来把这里的玻璃全破坏一遍 对吧 这里玻璃可以破坏了 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当然我觉得值钱东西还是那东西 标值钱 对吧 一个佛珠 这个佛珠也不值钱呢 值多少钱呢 就是现在佛珠他大概多少钱买啊 我我不是姓什么教 所以的话呢 我不太了解行情 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 今天老爷是假的 今天上午就听说有什么贵客要来 但怎么来的是个偷使 我还以为是经常的大人 老爷堂堂去线 为什么要接一个道士 我不是被神邪述命令呢 这个是丫鬟的信是吧 哦对 这是丫鬟的日记 应该应该大概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提示 道士 这个财子成心是一个直线吗 这个佛珠 佛珠没有啊 佛珠哪里值钱 我觉得如果是我卖的话呢 我最多卖40块 对最多40块 外面似乎有声音 你快去看看 快出来 宝安的尸体有动静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怎么这个宝安站起来了 不要 不是 为什么这个宝安站起来了 啊不是吧 怎么跟个僵尸样的 他摆出手来 那我们应该要 我们应该要逃跑是吧 不是 他总是黑屏 我很难受哎 真的 啊不要 逃离事变的宝安 这个宝安怎么 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哇这个音乐有点恐怖哎 有点阴森 赶紧逃跑吧 有画的地方我们就蹭一下 没有东西 我们大概去蹭一下每个地方有画的地方 可能就有好东西 我觉得 应该是有密道吧 我觉得 是吧 应该是有密道 但是这些帽子都没有 快点 宝安进来了 哇 哇没有东西 这个地方还有一朵画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画吧 哎 好 哇 终于摔开来了 哇 有点恐怖啊 我擦了一下头上的汗水 任何诡异的情况都比不上我现在情况 是蛮恐怖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那个稻草的地方吗 这里堆放了很多麦朵 是麦朵吧 看起来像一个要采访 这是小王吗 啊 什么情况 小王怎么了 朋友们 小王 刚刚是什么 小王被一个红衣女子抓住 红衣女子 不对 是个红衣女鬼 你的内心 异常的紧张 妈 我是够紧张的 你玩这一处 哇 这个 这是一个新场景吗 大概说我们从这里过来吧